北加州山火,火災过后,居民清理垃圾要注意 Sonoma院昨天举行了两个社区会议 商讨房屋在大火中被烧坏或被烧毁的居民 如何重回家园的问题 大火烧完后,火墙内的物品碎片残渣 可能会含有有毒物质或释放有毒气体 这些都需要有保护的情况之下清理 当地官员表示,想要申请财政补造的居民 不要担心如果自己清理个人物品或造去敷尽等 会影响申请资助 但如果要丢大型垃圾,需要通知市府专员 联邦政府,加州府和院政府已经有一个完美的清理计划 而受灾的业主需要签署一份允许工作人员入屋的表格 而表格可以在Sonoma院的网站下载 至于对灾区的捐款,今天太平洋煤电公司PG&E就宣布 PG&E股东捐出了300万给北加州重建 包括对北湾火灾重建基金的捐款 从20万增至100万 另外还有100万的配备捐款 Santa Rosa消防员1401公会也会得到15000元的捐款 天下卫视记者,李健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